时间啊差不多了 我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欢迎大家来到2022年初级会计之称 初级会计实务抢先学的第一次课程 我是朱姜老师 刘洋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课程 那么今天呢 我们所要讲解的是抢先学的部分 首先呀 我们先看看这一本书啊 初级入门一本通 那么这本书上面呢 既有我们初级会计实务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也有我们经济法基础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册子 在这个阶段去学习是最适合不过了啊 那么大家呢 打开我们这本书的飞页 飞页上面呢 有这么一段话 现在呢 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逐字逐句 我们去认真的读一下啊 这段话怎么说呢 说想对你们说 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 第一点呢 说先下手为强 我们呢要秉承先下手为强的原则 建议大家呢 从现在开始呀 着手进行预习 并且呢 逐渐养成定期学习和定期做题的习惯 注意啊 是定期学习和定期做题 两件事情 可没说光听课不做题啊 再往下呢 说针对不同类型的同学呀 还有如下的建议 那么就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 看看自己是哪一类同学 那么第一种呢 说哎 小小白同学 那么对于小小白同学来说呢 请务必啊 先将基础知识掌握通透 那么这儿指的是入门阶段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一本书了啊 那么切记我们不求快 但求稳 这也是我给大家去讲解这一本书的内容的时候呢 想跟大家去说的啊 我们的进度不要太快 我们的节奏呢 也不要太快 有一些呢跟过我课的同学呀 会知道我上课的节奏呢 一般是比较高效的 也是比较干练的 但今天在这个入门环节啊 我会适当放慢我的节奏 让大家逐步去进入到一个舒适的学习的状态 然后再往下说呢 说这些基础性知识呀 是后续学习各章的一个基石 对通关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是当然了 基础如果不劳 那么就会地动山摇 对吧 来那么第二点呀 说老司机 这个老司机呀 指的是哪位同学呢 你们可以想想啊 第一种呢 是哎 你可能有一些基础 可能你本身就是学习会计类呀 采管类专业的一些同学 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 也是老司机 比如说呀 在去年参加过考试 但是没有通过的同学 那么你也荣誉的被化为老司机的一员了 那么来看看啊 对于我们的老司机 哎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首先呀 你需要去认真评估 你的基础可以达到怎样的水平和程度 例如呀 你是会计专业的吗 去年是否参加过考试呢 以前年度是不是参加过考试 近几年没有参加过 等等等等 你大概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再往下啊 如果你属于二进攻的情况 这要着重注意了啊 什么叫二进攻 去年考了 以前考了 没有考过 这叫二进攻 那么你一定要冷静 客观的分析呀 你曾经没有考过的原因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公屏上 这个盈盈子啊 说自己去年是裸考的 那么这就属于复习不充分 对吧 那么你找到这样的原因之后 你今年就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啊 一定呢 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被绊倒两次了 其实呀 你们想想啊 不在同一块石头上被绊倒两次 这仅限于考试吗 这其实也不仅限于考试吧 对吧 其实在我们人生中的很多经验中 我们都是啊 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去犯错 因为这样呀 既不聪明 也不高效 那么再往下啊 第一点 先下手为强 我们是不是就基本说完了 那么第二点呀 叫凡事呀 欲择利 不欲择废 哎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啊 那么在这儿呢 就提醒大家 不管是做事 还是学习 一定一定呢 要有计划 制定计划之后呢 要按部就班的去进行 这样呢 不仅能够提高效率 同时呢 还能让你享受到 完成每个小目标之后的那种成就感 啊 那么这种成就感呢 也会成为一颗蜜糖 那么这一个蜜糖呀 能够激励你去完成 更加困难的一些目标 去翻阅一座又一座山峰 那么最终 大家通过这样的努力啊 都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啊 那么再往下说 那么这样的一个计划 到底包括哪些事呢 第一个是 制定科学且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学习计划 这第一个啊 那么第二个是跟着直播课程 把提前学阶段的内容啊 牢牢的掌握住 那么第三个呢 是一定要养成课后复习和总结的好习惯 不要光听个热闹 下来呢 脑子里什么都没留下来 这样呢 也是不行的 那么第四个叫 定期回看 定期回看 温固才能知心 好 我现在呢 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啊 给大家念这一段 想对你们说 因为这一段内容啊 基本上是我去撰写的 是这段内容呢 我想跟大家说 真的真的 你需要去花点心思 为啥呢 我想让你去感受一下 我刚刚读这段文字时候 你的那个心情 你是不是怀着一些期待 你是不是怀着一些憧憬 你是不是怀着一些必胜的信心 对吗 反正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啊 都是高昂的 但是呀 在你往后去看书去复习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一些困难 你会遇到一些诱惑 对吧 比如说哎 想去吃火锅了 那今天我不听课了 对吧 还有一些时候呢 你想要去放弃 那么每当啊 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请你翻回头来看看 看什么呢 看看当时在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你的那个心情 一定不要忘了自己是为什么开始的啊 这样我们才能把每一步走得非常的坚实 走得非常的坚定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个前言呀 我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 就说这么多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一模块 认识初级会计职称考试 我们既然啊 要考这个试对吧 那么首先呀 我得认识这个考试 他到底怎么考呢 怎么给分呢 这些基本的游戏规则 你是需要了然于胸的啊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吧 说初级会计职称考试呢 他包括了初级会计实务和经济法基础 两个科目 对吧 那么参加我们初级职称考试的同学呢 在一个考试年度内 注意啊 重点来了 需要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 怎么个意思呢 我今年过初级 明年过经济法 好不好使 不好使 今年过经济法 明年过初级好不好使 也不好使 我必须在一年内把这俩都拿下 这才好使 这是在同一个考试年度内 需要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啊 那么初级会计实务 他的考试时长是多少时间呢 是105分钟 那么大概折算一下105分钟不就是一个小时40分钟的样子吗 对吧 一个半小时多点 那么经济法基础呢 他的时长呀是75分钟啊 那么也就是一个小时零15分钟啊 不到一个半小时 那么两个科目是连续考试的时间是不能混用的 怎么个意思呀 我考初级会计实务 我眼疾手快90分钟搞定了 我一点那个经济法的考试 我这儿没有用的那15分钟 能不能往这儿挪 能不能往这儿挪 告诉我大家 能挪吗 是不是不能挪呀 因为他的时间是怎么着 不能够去混用的啊 属于谁的就是属于谁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一页啊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信息 我还想给你补充两个小的信息 那么第一个信息啊 请你牢记报名的时间 报名时间呢 现在还没有公布 但是大概呢是在11月到12月之间 你现在心里呢 就要有一个这个小石头啊 轻轻的把它飘起来 你就记得到时候到报名的时候 你一定一定要给我把名报上啊 你名报不上 你今年这才叫陪跑呢 纯陪跑啊 那么第二个我要补充的小知识啊 这三个小时呢 它是分布在哪一个时段呢 那么如果是上午考试的话啊 上午考试的话是8点30分 到11点30分 三个小时 如果啊你是下午考试的话 那么是下午的2点30分 到5点30分 来这两个时间我告诉你 有啥用呀 你想想 有啥用啊 有什么用呀 你们想想 用处在于 如果你抽到上午场的考试 你8点半 你的大脑是应战的一个状态啊 如果你下午2点半考试呢 2点半到5点半这个时间 你的大脑也是一个应战的状态 那你想想 平常那些12点睡觉 然后早上10点多起床的同学 如果你抽到上午场的考试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还在梦里 如果是那种下午3点多开始睡午觉 一睡睡到6点钟的同学 你抽到下午考试 你什么感觉 我该睡了 是不是呀 一个在梦里 一个该睡了 哪个都不行 所以说细节决定成败 从现在开始 你进入提前学这个阶段的第一天开始 去给我调整你的作息 把这两个时间段 给我流程去解决这些主要工作的时间段 啊 这两个时间段给我干活 不要给我睡觉 不要给我玩乐 让你的大脑呀 形成在这两个时间段 保持一个高效 有效运转的状态 细节一定是决定成败的啊 这是我想补充这两个知识的一个原因 好 这第一页 我们再往下来看啊 来看一下整个初级会计实务的知识地图 那么观察这张图呀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你发没发现我们整个初级会计实务 到底有几块呢 有没有发现到底有几块 能不能告诉我 有几块呀 哎 你是不是会发现 哎呦 同学是不是已经说出来了 有几块 哎 两个大块和三个小块 对吗 两个大块是什么呀 企业会计的部分 政府会计的部分 那么三个小块呢 包括了财务会计 包括了管理会计 还有政府会计吧 所以无论你说两个大块也好 三个小块也好 这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最终的落脚点是一共有几张呢 一共有八个章节啊 有些同学呢 可能已经考过了 所以对这一块的内容呢 觉得并不陌生 但是呢 我想把你 想让你啊 把自己当成一个新同学来看待 你就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你从头来跟我听 你看看有没有你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那么来看啊 第一章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会计概述 那么这个里边啊 会讲解到会计的基本理论 与基本的知识 那么这一块对于我们刚刚的小小白啊 小小白的同学 你要尤其注意这一块知识的一个学习 因为这可能关乎着入门啊 那么第二个章节啊 是我们的资产 那么资产这一个章节内容非常的庞大 而且呢 部分的章节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比如说来我问问考过的同学们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第二章哪个最难 第二章哪个最难 我问你们 应该大部分人会觉得是应收账款的减值最难 对吗 应该没有说错吧 来有没有二进攻的同学啊 给我们的小小白们打个样 觉得哪个最难呀 第二章 坏账吧 哎大部分同学啊 都会这样去这个觉得 所以说呢 整个第二章呢 确实会有一些内容相对是比较难的啊 那么包括了货币资金 包括了应收款项 包括了存货 包括了固定资产 包括无形资产 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么多东西呢 那么第三章呢是负债 他呢讲的有借款 然后呢有应付款项 有应付职工薪酬 还有应交税费等等 那么再往下啊 第四章所有者权益 持收资本或者股本资本攻击 以及留存收益 那么第五章啊收入费用 以及利润 第六章财务报表 那么第六章财务报表说白了 它是把我们一些学过的东西 给你都呈现在同一个表上 同时呢能够体现出这些章节和章节之间 内容和内容之间的勾集关系 那么再往下第七章管理会计基础 那么这儿呀就讲管理会计的概述 产品成本计算以及程序 以及规级和分配 那么第八章呀政府会计基础就讲俩事儿 一个概述一个会计核算 那么这些章节啊想跟大家说 我给你念了一遍并不是要求你背下来 而是想请你啊稍微有一个印象 等到我们在今年开课正式去学习的时候 你不至于去迷路 你起码已经知道了好 有八个章节 有三个小的线条 哎那么他们分别都是些什么呢 那么在正课中我们都会学习到 那么在这一章我问你们啊 除了框架之外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最重要呢 还有什么东西最重要 能不能想到 一定是分值到分布情况 想不想知道呀 哪张考的分数多 大概占比是什么情况呢 哎我想你们应该是想知道的啊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啊 那么对于第一张啊会计概述 它的分值占比大概是10% 也就是说一张卷面100分 那么我可能呀 有10%的分数都从这一张里面出 那么第二张资产呢 它的占比呀非常的吓人啊 它的占比大概是30% 一张卷面100分 有30分大概都从这一张来出 非常的大啊 那么第三张负债呢 它的占比是多少 是10% 那么第四张所有者权益呢 也是10% 那么第五张收入费用及利润 它的占比是多少呀 哎 它呢是20%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了 对吗 那么第六张财务会计呢 那财务报表呢 它的分值占比啊是10% 那么第七张和第八张 你们算算还剩多少呀 啊 算算还剩多少 10加30加10 5060 7080 90 各占5%啊 当然了 我们在这说的是平均分值 但是因为呢 我们初级呀 它的卷子很多 你保不齐到底会抽到哪一套 那么有的卷子里呢 可能第二张多一点 有的卷子呢 可能第七张也会考核的多一点 所以我们呈现的呀 是一个平均分值 那么在这呢 我们可以把这八张分为三个分值梯队 对吧 那么第一个梯队那就是第二张 和第五张 他们俩加起来几乎站到了眷面的半壁江山了 对吧 那么第二个梯队呢 盖树这一张 啊 负债这一张 所有者权益这一张 以及财务报表这一张 这个呢 可以称之为第二梯队 基本上呢 占的分值呀 在10%左右 但是你别忘了第二梯队 人家数量多呀 是吧 那么第三梯队呢 你们都猜到了 对吗 那不就是他们俩吗 最后呢 用来兜个底的 所以说在这儿呀 我们把分值分布情况了解到位了 那么在你未来去学习的时候 你就能够把握住重点 能够去做到 降略得当了 也知道这个时间的分配的情况 对吧 这是这一页啊 我想给你们分享的 好 那么大家看自己的这本书啊 那么第一页的内容 我就已经给大家都讲解完毕了 那么下面是不是有一个日常总结的小框框呀 我想请你啊 写两句话 第一句话呢 是考试要连续 那么第二句话呢 是章节 有侧重啊 这是这一页 最重要的两个信息 希望呢 你们也能在这个跟我学习的过程中啊 学会这样的一个总结 你看刚刚讲了那么多 无非也就是这两句话而已嘛 考试呀 要连续 我们不管是从内容上呢 还是从时间上都是要连续的 章节呢 有侧重 难与异分值的高与低并不相同啊 这这一页就讲解完毕了 好吧 那我们呢 就进入到第二个 第二页啊 也是我们的第三点 关于提醒说明呢 以及它的一个应对技巧 那么大家呀 先翻一下自己这本书 啊 先翻一下 告诉我有几种提醒呀 有几种几种提醒 是不是有四种提醒啊 单选 多选 判断 以及不定向选择题 对吗 是不是一共有四种提醒呀 好 那下面啊我们逐一来看 那么第一种呢 单向选择题啊 二十个题乘以两分 那么是四十分 在这里边呢 我们四个被选答案中 只有一个符合题 大家都说老师这你就不用教我了 好的 不教了啊 那再往下来看 单向选择题呢 是整个四类提醒中啊 最简单和最容易得分的提醒了 那么同学们呢 在这类提醒中啊 你要去争取更多的分数 以便的为考试啊 通过打下良好的基础 如果单选题 你丢分丢的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基础可能就有一点保不住了 因为后面的提醒可能更难拿分啊 这是第一种 来再往后 再往下说呢 是关于我们单选题的命题思路 那么这几年呢 我们单选题的命题思路啊 主要是有这三种方式 那么第一呢 是纯文字类的题目 要求同学们呢 能够准确的辨别出表述最准确的一项 哎 我们这样说呀 可能有点没感觉 我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目 啊 来看看这道题目 你们就能感受到什么叫纯文字类题目了 来看一下 这道题目说 哎 下列各项中 属于什么什么什么的有 然后下面好 A B C D 都是文字 他就要求你能不能够辨别的出 谁是最正确的一项 那么第二种啊 常见的都开始做题了 是吧 呀 这么厉害啊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咱们在提前学的阶段 几乎不让大家做题的啊 那么第二是计算类的题目 都开始做题了 是吧 手痒痒是吗 来看啊 第二计算类的题目 那么这个呢 是要求同学们啊 在掌握相关知识点的同时 能够去准确的 进行计算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啊 这类题目长什么样子呢 来看 你发现没有 他呀 给你整个呈现了说 哎 月初呀 这个金额是多少 这个月呢 发生了哪些变动 然后问你呢 年末呀 这个金额应该是多少 让你选个数出来 这不就是非常典型的 计算类题目吗 对吧 哎 拿个题看看啊 更清楚 有同学说这个题不会 不着急啊 最终都会会的 别着急 让你们干嘛呀 咱们就先干嘛 先看看说题目是什么形式嘛 没说这个题要会做 对不对 那么第三呀 我们对于编制相关会计分录的选择题呢 要求同学们能够对经济业务做出准确的会计处理 说到底 说到底我虽然不让你去写分录 但是我要求你能够识别出来正确的分录 来再拿个题看看啊 来看这道题目 这个呢 是我们16年的一道单选题 你看啊 他在这就说 我们这个企业呀 发生了一项事项 然后问你呀 关于这个事项 他的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那么这个题比较长啊 我只放了A和B两个选项 但你会发现他就是把分录给你搬到了这个选项里边去 那么他可能会出单选 可能会出多选 可能会出不定项 那么具体就看这个事项的复杂程度 比如说这个经济事项啊 比较简单 可能我一个分录把它搞定了 那么可能就是个单选题 那这个经济事项比较复杂 那可能我要拆成几个选项 那么可能就是个多选题 甚至是一个不定项选择题 但是这个内容啊 本身就是一个爱考的内容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 看看我们的命题思路呀 有三种方式 文字类的计算类的 还有分录类的 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啊 希望你能get到 来再往后啊 来看第二啊 关于多项选择题 两个两个以上符合题的答案 这个你们都知道 它的数量呢一共是十个题 每个题呢是两分 发现规律没有呀 来单选题和多选题 你会发现分数都是两分 对吗一样值钱 但是你要知道单选题好拿分 还是多选题好拿分呢 啊 哪个好拿分呢 呀 你们这话题是不是歪了呀 快来和老师互动一下啊 来 哪个好拿分 哎很好啊 同学们都很好啊 山人不下山 三里同学 这个排击炮同学啊 都说了 单选好拿分 确实是 分值一样的情况下 肯定是单选题好拿分啊 那么这儿呀 它有一个原则说 错选不得分 少选得相应分值 这个呢 你们先别着急 咱们一会儿讲不定项的时候 给大家来讲讲 什么叫少选得相应分值啊 那么这儿它的特点呀 是多选题呢 个别题目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以及跨章节的属性 侧重于对概念的辨析 或者某一经济事项的分路 拆解开来 大家呢 一定要去注重平时的积累 备考过程中 应注重知识的记忆 考前突击来 怎么着 往往收效甚微 因为整个经济业务 是我们整个会计学习的一个支柱 是一个基底 你的这个基底 你都不好的话 你靠突击 那么你可能很难把基础能够补得非常的漂亮啊 所以在这一定要注意 我们千万不要突击啊 希望大家都能坚持到最后 那来看啊 判断题 那么判断题呀 是十个题目 一个一分 一共的是十分 这类提醒呀 错选是不扣分的 相对比较简单 考核的呢 主要是一错核 一混点 但我想说啊 这个错选不扣分 这可不是由来已久的 这是我们2020年啊 我们初级跨级指称 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我们的评分规则 发生了变化 这个评分规则呀 可以说是关乎你我他的一件非常大的事 哎 你们想不想这个稍微听一听啊 如果你们想听 我就给你们稍微展开讲一讲啊 这个评分规则这块 啊 想不想听啊 啊都知道是吧 啊想听是吧 啊可以啊 来20年 20年这个评分规则改变了 但整体啊 我想跟你们说 这个评分规则其实是利好的 怎么个利好法呢 第一点啊 题目数量是这个下降了 题目数量下降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 原来的卷面呢 应该是61个题目 新的卷面上啊 是55个题目 这第一点啊 他的数量是下降了 那么第二点呢 他的比较大的变化啊 是关于分值的情况 单选题的分值上升了 单选题的分值以前是1.5的 现在呢 变成了两分了 所以说数量下降 单个分值上升 这肯定是好消息 那么第三个变得比较大的啊 就是关于这个判断题 那就是这一块 以前呀 是你选对了得分 你选错了 是要倒扣分的 那么现在呀 倒的这个选错呢 也不扣分了 选对呢 还给分 所以说整体 你看下来啊 评分规则 都是对大家有利的 但是呀 我也丑话 说在前啊 同学们 现在执行的呢 应该还是我们2020年的评分规则 但是能扛几年 不知道 能扛几年 真的不知道 毕竟2021年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呢 我们这个国家呀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 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疫情 对吗 疫情呢 使得就业的形势呀 经济环境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呢 这个评分规则 我们很难说 和疫情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要知道 这本来是一个利好 利好可不是实时有的呀 所以说啊 准备在明年考试的同学 我劝你们 趁早给我考过 不要往后拖 往后拖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评分规则变严 第二个章节的内容变多 往后拖有这两个风险啊 我在这可提示你们了 所以能过 赶紧给我早点过 早点滚蛋 早点去欢乐 是吧 这第三类题目 判断题 来看第四类啊 不定向选择题 那么每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一至四个 因为是不定向嘛 可能是一个对的 可能是好几个对的 有一定难度 这类的评分标准呢 是同学嘛 需要去关注的问题 选择题呢 每个小题全部选对是两分 少选的得相应的分值 多选了 错选了 不选了 都是不得分的啊 那么往下来看看啊 到底什么叫少选得相应分值 我们举例来说明 比如说一道题目的 正确答案 是A B和C 有这么几种情况啊 第一种是 我只选了一个 比如说我只选了A 我只选了B 我只选了C 但是你会发现 A也好 B也好 C也好 这都是正确答案的一部分 好 那你选着一个呀 我就给你0.5分 那就给你0.5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是A 我可能比较机智 我选了俩 比如说我选了AB 选了AC 我选了BC 但是你还是会发现 无论A B AC还是BC 这都是在我正确答案之中的 那么你沾着脸啊 好 我给你一分 啊 0.5 乘以2 那么第三种 你非常的厉害 你直接A B C呀 你都选着了和正确答案一致 那在这儿我给的可不是1.5 而是2分 是这个题目的全部的分值啊 是2分 好 那么这三种呀 对我们来说怎么着 都是好事 我起码拿着分了 那你想想 如果啊 我不慎 选了一个带D的 无论是我单独选了个D 还是选了AD 或者说BD呀 ABD呀 这种 或者说我选了个ABCD 好 D本身不是一个正确答案 所以你只要沾着了D 看到没 一分都不给你0蛋 所以说来我问问你们 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脑海中有没有一种策略 有没有一种策略 啊 有没有 这个策略就是 当你没有把握的时候 你宁愿放弃 也不要给我去蒙 因为当我们不能完全 去笃定的时候 你拿到你能拿的 这才是最优的策略 所以说适当放弃呢 是同学们奔向及格的必要战术 啊 那么这是关于不定向选择题 要跟大家去强调的 好 那么再往后说呀 需要说明的是呢 大家会发现 我们单选题呀 是不是20乘以2分 40分 判断题呢 是10乘以1分 等于10分 是不是合计 50分了呀 这50分呢 我叫它是一套卷子中的 基本面 这是我这个人做事的一个习惯啊 宏观和微观的线条相结合 战略和战术相结合 先把大的框架守住 那你会发现 我要守住的框架是谁 那就是这个基本面 那么你这个基本面 如果没有守住 那么其他提醒的失分率 往往是更高的 那么你去通过考试 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那么这次提前学课程呢 其实呀我们有这么几个目的 那么第一个目的呢 是想要帮助大家呀 去提前学习基本的概念 稳步的去入门 培养出来这个学习的习惯 那么第二个呢 是希望能够去引导大家 及时总结 及时回顾 及时的去跟上直播 从而顺利通过考试 养成这样的学习的习惯啊 那么提前学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说的就是你们 好吧 这关于这一页啊 整个关于考试的相关内容 相信我给大家已经介绍的 非常非常的详细了 那么大家如果对这块 还有什么困难啊 还有什么疑惑的话 也可以呢 在后面课程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来沟通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进入到今天 第二模块 基础知识应知应会啊 我们来认认真真的入个门 那么第二模块这块呀 我想跟大家说 今天呢 我们不会讲很多 我们呢 也不会讲得很深奥 今天呀 我就准备拿一个奶茶的小故事啊 给大家把今天的内容讲解清楚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吧 第一块叫会计的基本概念啊 那么会计基本概念 首先会计呢 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运用专门的方法 核算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动的一种 经济管理工作 好 读完这句话 相信大家没有任何的感觉 对吗 但会计这个词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常见 初级会计之称 中级会计之称 注册会计师考试 包括我们税务师里也有一门科目叫财务与会计 好 这个会计呀出现了这么多遍 但是好像我们都没有认真的去分析过这个概念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呀看完这个呢 可能也没什么感觉 我给你讲一个和这个奶茶有关的小故事啊 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是我个人呢 非常爱喝奶茶 哎呀 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喝奶茶啊 说这个 刘仲老师说我爱喝奶茶是吧 是的 真的爱喝奶茶 然后呢 我的母亲大人呀 就说 这个怎么给你点零花钱 感觉都买了奶茶了呀 不行 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记账 我倒要看看啊 你这一个月买奶茶 你到底能花多少钱 好 那么我很听话呀 我母亲大人让我去记账 我还敢不记是吗 所以我就开始记了 哎 星期一 买了八杯 花了十六块钱 啊 好便宜哦 对吧 来 星期二 买了三杯 花了十五块钱 来 星期三 买了四杯 花了二十块钱 来 就这么一个事儿 我来给你讲讲 什么叫会计 首先 来 我想问你啊 我的母亲大人 让我去记录 她更想知道 我买了多少杯呢 还是更想知道 我花了多少钱呢 嗯 是哪个 是哪个 哎 很好啊 她是不是更想知道 我花了多少钱 因为本身 她就是觉得我这个钱呀 莫名其妙都花光了 她想知道我花在了哪 对吗 来 那么再往下看啊 你想想啊 咱们的母亲大人 咱们位高权重的母亲大人 她是光看看你这个数 就完事儿了吗 是光看看就完事儿了吗 没有吧 你看你星期一买了八杯十六块钱 星期二买了三杯十五块钱 星期三买了四杯二十块钱 你这个奶茶的单价怎么波动这么大呀 你记得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所以你会发现 她是不是还有一个监督的事儿在做呀 好 那么再往下看呀 说她是核算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动来此时此刻这个单位这个经济活动是谁呀 就是我买奶茶这件事儿我是这个单位买奶茶是经济活动 那么总的来说我们会计是一项什么呢 是一项经济管理工作 但在这儿我要提一个醒啊 我说呀咱们母上大人关心的是我到底花多少钱对吗 但这代不代表我不能在这块记录这些数量呀 这些重量呀 这些代数呀 这些杯数呀 我能不能记录 我也是可以记录的 所以我们再来回归到这个会计概念来看一下 那么会计他是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运用专门的方法去核算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管理工作号 这就叫会计的概念 说到底会计和记账本身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只不过记账是我们个人的行为 服务的是我们个人 那么会计呢 他服务的往往是谁呀 服务的往往是企业单位 这些主体 好 这关于第一个会计的概念啊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 可能有点感觉了 那么来吧 再往下啊 刚刚我们是不是谈到了核算 谈到了监督呀 那么再来看啊 什么叫核算 什么叫监督呢 那么会计的核算职能呢 是指会计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来 我想问问你们啊 这四个标率的东西 这本质上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会计核算职能的动作 都是动作 那么有些同学的这个 有些同学可能有基础啊 会觉得老师你怎么讲这么慢 讲这么拖 我倒想问问你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那到底在干啥 你能不能说得上来 你能不能说得上来 其实你会发现你并不能 真的你会发现你并不能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懂了 其实里边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你去研究的 那我们就把它来拿出来研究一下啊 说核算职能呢 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来这四个动作啊 其实是有一定门道的 它体现了我们核算职能具体要做的事情 怎么去说呢 哎刚刚咱们是不是说了 母亲大人让咱们去记录买奶茶这个事 对吗 那么我问你啊 确认它在解决什么问题 确认在解决什么问题 比如说呀 这是我们的这本账 啊这本账 我这一页呢 是用来记录买奶茶的开支的 这一页呢 是用来记录买秋库的开支的 那么这一页呢 是用来记录买鸡腿的开支的 那我能不能把买奶茶的开支 寄到买秋库的这一页上面来 能吗 能不能 是不是你会发现并不能呀 所以说我们如何把一个经济事项 放到它该放的位置 这叫什么 这就叫确认 明白了吗 所以啊去体会这些词 好 那现在呀 我知道我要放到哪一页上面来了 那么好 那么下一个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我该记多少的问题 对吗 那么记多少 多少金额呀 多少钱呀 这叫什么 这叫 记粮 好 那么前两个事儿 是不是都解决完毕了 那是你想怎么记 你就怎么记吗 你想记左边就记左边 你想记右边就记右边 你想用圆就圆 你想用万就万 能行吗 不行 所以说你要按照规定的犯式去进行记录 把这个事儿落地 这叫记录 好 确认完了 计量完了 记录完了 然后呢 哎 我要去进行报告 向我至高无上的母亲大人进行报告 您老辛苦了 来看看我结出来的余额 总额 发生额等等金额 而不是一篇流水账拿过去让他随便看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核算要干的事儿 所以你会发现核算在干嘛 核算就是把这些事儿呀 落地 发现没有 逐步去体会啊 逐步去体会这个会计在干嘛 好 那咱们刚刚说了 其实呢 无论是记账的你 还是监督的母亲大人 都是我们会计职能的基本职能中的一环 那么监督 他在监督些啥呢 他在监督我们这个会计主体 他的相关的会计核算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 好 这又如何去理解呢 咱们刚刚是不是写了这么几杯奶茶呀 那么母亲大人呀 看到这个首先会觉得 你这东西你记全了吗 你这个月就只买了这么十几杯吗 我不信 所以他在怀疑什么呢 你的记录是真实的吗 来 再往前看啊 他说 哎呀 那你看你记的这些东西啊 你这买的这东西合不合法呀 该不会是一些这个政策不让你买的东西吧 你是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啊 所以这叫什么呀 他在看是不是合法 那么同时他会发现 8杯16块钱 3杯15块钱 4杯20块钱 你这个价格是不是不太符合经济规律呀 所以这叫什么呀 叫合理 所以呀 你会发现 我们的基本职能和这个里边的核算职能和监督职能 他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如果没有人监督 这边做的事很可能不负责任 那么如果这边没有提供一个基本的记录后的东西 那么监督呢 也就没有了对象啊 所以这是他们的关系 那么再来回顾一下啊 基本职能就两个核算和监督 好 那么会计的基本职能说完了 下一个是什么呀 下一个是不是拓展职能呀 来啊 那么拓展职能呀 看这些词 其实大家会觉得离生活好远呢 对吧 预测经济前景参与经济决策评价经营业绩 这些词怎么感觉那么不沾边 离生活那么远呢 来啊 我们再来拿买奶茶这个事来理解理解 什么叫预测经济前景呢 哎 母亲大人说呀 我看你这个购买奶茶这个记录哈 我觉得呀 明年这个奶茶的价格 它得水涨船高 这叫什么 这叫预测 那么再往下说 哎呀 我看了下啊 你这个八月份买奶茶时候啊 这个单价比较低 八月份呀 比较划算 那明年啊 咱们就在七八月份就盯着点这个市场 划算的时候呢 咱们就买一些回来 哎 囤囤货 这叫什么 这叫决策 那么再往下 他会说 哎呀 你今年呀 这个整体这个奶茶买下来看看啊 好像呢 单价还是比较低的 不错 哎 不错 你这个这个大脑运转的不错 你这个钱花的也不错 这叫什么 叫平价 那么你们会感觉到啊 这些事儿都是跟我们个人相关的 但是我们更多在研究的一定是企业 对吗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稍微专业的案例上面来 稍微听一听啊 那么对于企业 什么叫预测经济前景呢 那我要根据已有的会计信息 我要去预测我的资产规模 我的收入规模是上扬呢 还是下降呢 对吧 这叫预测经济前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哎 我拿着我已有的会计信息 我干嘛呢 我来看看我明年去投资一条新的生产线 我去开启一个新的事业部 这样的经济决策是否可行 是否会给我带来正的回报 这叫参与经济决策 对吧 那么再往下来看呢 我要看看呀 你整个去年 哎 你是收入多少钱呀 你花多少钱呀 那你最后赚了多少钱呀 这叫你的经营业绩 到底如何 所以你看啊 我们会计从来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去记账 而是能够去有一些基本职能和拓展智能的交织 好 那么以上啊 来讲到这一块 大家有没有没跟上的地方 我相信是没有的啊 有没有没跟上的地方 有吗 没有吧 都跟上了啊 过 好的 没问题啊 其实呢 我在这儿讲的节奏是比较慢的 希望大家呢 能够去见见见见体会这个会计 因为对我来说啊 我是把你们当成小白零基础的 因为我要保证的是最低的水平 就是大家最低的这个知识的一个水平呢 都能够跟得上 都能够听得懂 都能够有兴趣 这才是这个课的一个意义所在 好吗 那么再往下来看啊 看第三个 关于会计的基本假设 那么会计基本假设呢 是对会计核算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所做的合理假定 是企业会计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这儿啊 它好像又开始不说人话了 对吗 那么会计基本假设 包括什么呢 包括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会计分析和货币计量 好 先不看这些个东西啊 我给你们写一句话 我们来拿这一句话品一品 这句话里边有没有什么隐含的假设 说呀 哎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这个预定鲜花的业务呀 知道吗 啊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这个预定鲜花的业务 就是那个像什么花点时间呀 之类的 我可以去这个预复印的款项 然后每个周呀 或者每个月给我去寄鲜花 知道吧 哎 那我们还是沿着奶茶来说啊 假定呀 我们现在有一个奶茶馆叫羊羊子奶茶馆 这个奶茶馆呢 就推出了一种叫预定奶茶的业务 然后呢 来九月份啊 七月吧 现在七月份 七月份呢 咱们呀和这个羊羊子奶茶馆 预定了第四季度的奶茶 金额呢 是大概三千吧 来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啊 我们来看一下会计的基本假设 来 首先要来看看 说七月份呀 哎 七月份 那你想想 什么叫七月份呢 什么叫四季度呢 你会发现 其实时间本身只是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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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后滚的吧 但是我们是不是人为的 把它划定成了月份 季度 半年和年度呀 你发现没有 所以说来 这个七月份也好 这个四季度也好 你们告诉我 这是哪个假设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隐含假设呢 它是什么呀 告诉我 它是会计分期 对不对 都是会计分期吧 哎 好 那么再往下说 我呀和洋洋子奶茶馆 来 再听 洋洋子奶茶馆 来 你告诉我 现在呢 定奶茶的人和卖奶茶的人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几个人 你会发现是两个人吧 哎 有同学反应过来说 这叫会计主体 来 所以说啊 你要首先 阐明立场 我现在研究的是 买奶茶的那位呢 还是 卖奶茶的那位呢 所以这是不同的两个会计的主体 好 那么再往下啊 我说 我呢 去预定四季度的奶茶 好 预定 你既然去预定这个奶茶 是不是意味着你现在认为 洋洋子奶茶馆 在四季度 起码不会关门 起码不会倒闭 起码不会削减业务 去干别的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持续经营 发现没有 这叫持续经营 好 那么最后一个 花了多少钱呢 想必这个你们都知道了 是3000元 因为我们会计 整个计量的 不是数量 不是吨数 不是代数 不是杯数 而是那个钱 所以这是货币计量 好 先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呢 相信大家呀 已经对会计基本假设 有了一丢丢的感觉了 我们呢 来回归一下专业的表述啊 来看一下啊 会计主体呢 是会计工作服务的特定对象 是企业会计 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来 我相信啊 这个特定对象 大家并不觉得很难理解 那么这个空间范围 如何去理解呢 哎 那么在这儿呀 其实有一点像 画个圈圈诅咒你 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画个圈圈诅咒你 什么个意思呀 我画定这一片 那么我就认为这一片 都是我的区域 我的范围 我家的事 那么这个区域之外呢 这个圈圈之外呢 这些事我可通通都不管的 所以你会发现 会计主体确定的是 我以谁为原心 以谁为区域 却研究这个原心之内 这个区域之内 所发生的一些事项 所以他确定的一定是什么呀 一定是空间范围 哎 这个主体的哪些事 才由我去记录计量 那么再往下是关于持续经营 那么持续经营呢 它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企业呢将会按照当前的规模和状态 继续经营下去 不会停业 也不会大规模的去削减业务 这一种美好的想法 那第三个是会计分期 那我们呢 就是把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呢 去给它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 长短相同的期间 有哪些会计期间呢 有月度 有季度 有半年 还有年度 对吗 那么最后一个货币计量 相信你们呀 都没有什么这个 这个生疏感啦 都很熟悉了 那我现在呀 我倒想反过来问你们一下啊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基本假设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基本假设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 为什么 哎 这个问题呀 是我们回归到专业的第一步 其实很多时候啊 大家在学习到比较深奥的内容的时候 会觉得理解不了 其实究其原因是这四个假设 没有学好 其实它很重要 只不过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很轻的一阵风吹了就过去了 没有当回事 我呢今天想跟你们稍微多聊一点啊 你想想啊 我们不如用反正法来对这一块做个说明 你想想 假设啊 现在 假企业 和乙企业 那么假公司呢 像乙公司啊 卖了一批商品 那你想想 对于假公司来说 我是什么 销售方 对吗 我是不是销售方 如果销售的话 这个涉及的是 收入 和成本 对吗 有点挡住了 那么乙叫什么呀 乙叫 购买方 它涉及什么呀 涉及资产入账价值 资产的折旧 资产的摊销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两个人 他的立场并不相同 那我们到底研究谁 我们到底是 对这一件商品 按收入去确认呢 还是说认为 我是买了一项资产回来呢 我按什么事去计量呢 你会发现 我必须要 站定立场 站定主体 这就是会计主体的 意义所在 明白了吗 不是为了便于理解 也不是为了便于记忆 也不是因为闲的没事 而是因为 如果我不先把主体的 这个立场确定清楚 你会发现 任何一件事 都有两面性 买的可能是卖的 卖的也可能是买的 我就分不清了 理解了没有 所以说啊 学东西要给我 学到本质上面来 在以后我的课程中 我也会给你们 常常去讲这样的本质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不要轻视 任何一个知识点 来第二个啊 持续经营 那么再来想想 来持续经营 我为什么 要做这样的假设呢 为什么 你们想想啊 此时此刻 我企业呀 我想做一件决策 我想做一件决策 那现在是临时点 那么现在我怎么做这个决策呢 那我就看看 我现在假设我要投出去一百万 我要投出去一百万 那么我怎么看 我现在投这一百万值不值呢 那我要看看我未来收的钱 能不能值回票价 好 刚刚我说了一个什么词 说了一个什么词 未来对吗 所以我是要用未来的一些现金流量 未来的一些事情 来对当下做出决策和判断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说 明天我就改屁了 明天我这企业就不复存在了 来我问你 你还有必要去研究 我此时此刻 要不要做什么决策吗 还有这必要吗 没有了 咱们就按清算这个经营 去给他做这个决算就可以了 我不用再去做什么策划了 再去做什么决策 没有必要 所以你会发现 我对于很多事项的探讨 我买了一项资产 我按二十年提折旧 那不就是我认为 我这企业 我起码能活够这二十年吗 理解了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处处都在用持续经营的假设呢 理解了没有 好 第二个 这也是反正法的思路 来第三个 会计分期 来 为什么要会计分期 为什么 你会发现会计分期 它是统一的 怎么个统一法呢 A企业 他的六月份 和我B企业 他的六月份 咱俩是同一个六月 都是从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 一共三十天 咱俩的六月是一样的 所以 不管你的企业是在一月份建立的 不管你的东西是在三月份销售的 反正只要我们比三月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比的 我们比六月的东西 我们也是可以比的 我们比2019年的收入 我们可以比 我们比2020年的资产规模 我们也可以去比 所以说会计分期 让我们经营的一个节奏 不同的企业 有了一个可以去进行比较的基础 这是我们未来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所要用到的一个核心 你必须在同样的维度上面听 维度上面来做 我们才能够去有一个可比性 才能够去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才能够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要 我们的会计才能具有价值 OK吗 来会计分析 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来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是你们最轻视的一个 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就是钱吗 钱有什么好处 那我为什么凭啥一定要用钱呢 为什么一定要用钱计啊 为什么 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企业是卖秋裤的 一个企业是卖奶茶的 来 卖秋裤这个说 我今年卖了800条 这卖奶茶的说 牛啊 800条好牛 然后这个卖秋裤的就问 哎 奶茶那哥 你今年卖多少杯 他说我今年卖2000杯 那我问你 到底是卖了800条秋裤牛 还是卖了2000杯奶茶牛 哪个牛 哪个牛啊 你说不出来 为啥呀 秋裤可能100块钱一条 奶茶可能1块钱一杯 秋裤也可能2块钱一条 奶茶也可能20块钱一杯 你怎么比 你比不了 你会发现你唯一能比的 必须是统一的 度量衡 那是什么 一定是钱 只有钱能达到这个需要 那因为各行各业 我的计量单位不同 有条 有杯 有磕 有墩 有盗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计量单位 这些东西不具有可比性 所以他最后又绕到 信息质量要求上面去了 所以说是这一页啊 我想跟你们说的内容 这才叫回归到一些 专业的例子上面来 回归到我们专业的线条上面来 我们学东西 要学到本质 不要光听个乐呵 这个东西没有用 好吗 来这块啊 来跟上了 请敲个一 给我一个信号 跟上了吗 敲个一 给个信号 OK 好 没问题 可以可以 来 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块的小内容啊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 不贪多 有一个稳健的开始 那么第四个呀 叫会计的基础 那么会计的基础呢 它包括呀 会计的确认计量报告的基础 包括了全则发生制和收复实现制 其实这块呀 我都不用举什么新的例子 我们刚刚讲了个什么呢 是不是讲了这个例子 七月份呢 我们去和洋洋子奶茶馆预定了四季度的奶茶 三千元 来我问你 我有几种处理方式呢 我有几种处理方式 两种 来 第一种方式是 我认为呀 我七月份 就已经完成了三千元的销售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 人家和我预定呀 是四季度的 来 四季度是几月到几月呀 是不是 十一月 十二月 还有 十月份呢 十到十二月份 对吗 所以说呀 这四季度被预定的奶茶 尽管这个钱 我在七月份收到了 但是我会认为这三千元 它属于 十到十二月份的 收入 来 那你看看这两种啊 前面这个叫什么呢 前面这个叫什么呀 七月份收付了 我就认为是七月份实现了 这叫什么 这叫收付实现制 它是以实际收支为基础的 那么下面这种呢 哎 我是以这个事儿呀 实际发生的月份 这个发生你要注意 它要和 收支 去进行区分的啊 发生是说这个事儿呀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哎 我要制作了 我要发货了 哎 我要去行使我相关的义务了 这叫发生 那么这种叫什么 叫全责发生制啊 再来看一下 看 那么全责发生制 是指收入费用的确认应当与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发生 而非实际收支作为确认的标准 这儿的发生与收支来讲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 这说的是我认为呢 是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才完成了3000元的销售 那么收付实现制呢 是以实际收到或支付现金 作为收入和费用的标准的 那么就是7月份 哎 我就认为我完成了3000元的销售额了 OK吗 好 这是关于第四部分啊 会计的基础 那么现在呢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7点56分 我想到了你们把手机扔在一边 这样跟我认真的听一个小时 你有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专注 听的还蛮有意思的 对吧 我讲课应该是不枯燥的啊 一杯奶茶呢 给大家把这个时间是不是都讲满了 然后呢 也讲得非常有趣 知识呢 你也学会了 其实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呢 总会感觉到 这一块是分不清的 尤其等到后面 我们学的质量要求啦 还什么这个 那个一堆名词 你会分不清 但是我刚刚给你回归到专业表述之后 你会感觉到 这个东西 它就应该是叫基本架设 剩下的放哪都不合适了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哎 OK啊 那么这样呢 就达到我的一个预期了 但你们还记得我上课时候说的话吗 我说 这个提前学 一方面呢 我想给你们讲解一些基本知识 让你们听着有意思 有兴趣 有收获 还想继续跟着听 这是第一个小的目的 第二个小的目的呢 我想要去引导你们 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这个习惯是什么呢 听完课 一定要去复盘 那我就来手把手带着你们养成这样的习惯 来让我们一起温故而知心 那么首先呀 今天一上课 我给你们讲的是和考试相关的 对吧 那么考试相关是不是两个科目 会计 和经济法 那么会计呢 是105分钟 经济法呢 是75分钟 两个时间不能混用 然后第二个小点呢 是我们是不是讲到了提醒 来提醒这儿 是不是说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单选题 和判断题 这叫什么呀 这叫基本面啊 是不能丢的 跟着我一起动笔写啊 跟我一起形成这样良好的学习习惯 然后我们讲到了不定向选择题 就一个要求 千万别突击 一定要稳扎稳打的跟着练 好 关于考试就这点事 不用多说什么 那再往下呢 是关于章节 章节呢 一共是有八个章节 对吗 是不是还是有三个小的梯队呀 对吗 那么第一个梯队是不是资产 以及收入呀 他们俩站起来 是不是占据了大概 50%的分值分布的情况 占到了半壁江山啊 所以这块的重要性 再来提示一次 那么下面呢 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所讲的主体的知识内容 一共讲了几个点 告诉我 讲了几个点 这些东西要在你脑海里过电影啊 讲了几个点 第一个是关于概念 对吗 那么概念 我们讲会计的概念是什么呀 以货币计量 货币计量 然后呢 然后呢 用专门的方法 去核算 去监督 企业的经济 活动 这是概念 对吧 然后紧接着 我们是不是就从这里的核算和监督 引到了会计的职能呀 对吗 那么第二点是关于职能 来 职能分为几个大的事呢 两个大的事 一个叫基本职能 一个叫拓展职能 对吗 来 基本职能告诉我 是什么呀 是核算和监督啊 来 核算做几个动作 几个动作 是不是确认 计量 记录 和 报告呀 来监督看几个事 真实吗 合法吗 合理吗 对吧 这是基本职能 拓展职能呢 哎 言之有理呀 即可 可能会包括预测经济前景 有 参与经营的决策 还有评价经营的业绩 等等等等 拓展职能 好 那么再往下是关于什么 是不是会计的 基本 假设呀 对吧 那么第三个啊 基本假设 来告诉我几个呀 一个是会计主体 跟主 一起回忆啊 在脑子里面过电影 主体 会计主体 然后呢 持续 经营 会计分期 以及 货币 计量 就这四个 到底为什么 相信刚刚已经讲的很透彻了 希望你们都能收到脑子里去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关于会计的基础 会计基础是两制 对吗 一个叫全则发生制 它是以实际发生 作为判断的标准的 一个是收复实现制 是以实际的收支 作为判断的标准的 今天我们讲的 也就是这些内容 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图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去做一个总结和温固 那么在以后的课程中呢 我也会每次课都坚持 带大家去一起做脉络图 一起去梳理 回顾啊 这样的才能形成更好的学习习惯和良性循环 那么今天课程呢 主体内容呀 我就讲解完毕了 那么由于呢 今天是第一次啊 见到大家 我呢还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说 我给你们手写啊 这句话呢 其实还挺可爱的 叫啥叫 很高兴认识你们 很高兴认识你们 未来一起努力呀 是吧 还挺可爱的对吧 未来一起 努力 努力 压 压 好 Frenny啊 我的英文名叫Frenny Frenny小太阳 那么很高兴认识你们 未来我们一起努力呀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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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